你 哈喽大家好我是起聪 昨天晚上的我上了一个视频的就是说这个投票是秘密的 然后我在视频里面我就是向大家解说整个投票的过程 然后呢我也充分的证明了 投票绝对是秘密的因为呢 无论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知道你那张票到底是投了什么 也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查回来 OK讲到这里呢我看到下面很多留言 就是提出了一些疑问 然后这些留言的人呢依然是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呢就是真的是不了解情况的人 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说如果说投票是秘密的话 这样请问那些政府啊那些调查机构啊又怎样知道啊有95%的华人支持反对党呢 啊这些啊什么种族多少巴仙 支持什么政党是怎样知道呢 啊OK 一样是有两批人都问我这个问题 啊我说为什么会是两批人 一批人就是真的是不知道的纯粹是问好奇的问 好另外一批人呢就是最无耻最下流最间隔的 那些呢都是国阵的抢手 他们不到黄河行不死 依然是不死刑的 继续在那边捶 拿出这些问题抛出来 是不是就是要来向你们全部华人说 我这里我就是要告诉你们 国阵是知道你们每一个人投哪一张票的 你们听好来 你们敢敢投反对党 国阵一定知道 然后国阵一定会将你们满门操斩 赶紧杀绝你听好 我现在就是要吓到你完全不敢投反对党 啊 不死刑哦 还在追着来哦 OK这些人 所以我说他是真的是超级无耻下流间隔 啊 OK 骂人骂完了 我现在呢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呢 所有方面 不论是政府调查机构 还是反对党都好 是怎样得出 这个多少巴仙 的 选民 什么种族 投什么政党 这个到底是怎样 算出来的 啊 你听好哦 我是讲算 算出来的 什么叫算 算的话就是有加减陈述 这样来算 他并不是一个确实的数据 就是 OK 黄阿狗 投了什么票给 什么党 啊 然后呢 阿利投了什么票给什么党 Mutu投了什么票给什么党 这个是 记录 啊 你很明确知道谁投了什么票 这叫做记录 但是算呢 算的是通过一大堆数据呢 加减陈述出出来的这个代价 算 你知道两者的方便吗 啊 OK 事实上我告诉你 虽然说我们说一个选区 一个选区呢 可以很小 一个州选区啊 可能只有几千个选民都有了 啊 但是呢 他一定有很多个不同的投票站 这些投票站有大有小 啊 小的投票站呢 可能是只有几百个选民吧 大的投票站可以有几千个 甚至上万个选民 啊 在这些投票站里面呢 他们一定有一本完整的 选民册 然后这个选民册里面呢有完所有选民的名字 啊 然后呢 当天呢 有出来投票的人呢 也有 记录在按 就是 多少个华人出来投票 多少个马来人出来投票 多少个印度人出来投票 啊 这个记录呢 这个叫做记录 这个不叫算 这是真的是给记录下来了 然后呢 当天过了六点过后 这个票算完了过后 这个站的成绩出来了 然后这个站的成绩呢 就是 国阵 多少 巴仙的票 然后呢 这个 西联多少票 啊 这个成绩也是记录 这是一个记录啊 但是 这两个都是记录 就是有多少种族的人出来投票 跟国阵得票多少 西联得票多少 这两个都叫记录 OK 接下来我们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 多少巴仙 华人 投了国阵 投了西联 啊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记录啊 这个东西只能够用算 啊 怎样算 我比如说一个投票站 他只有几百票 小小只有几百票 罢了 啊 然后 他看 所有出来投票的人 OK 比如说有60%是华人 啊 然后呢 这个的投票 这一个投票结果呢 西联的得票 大概是80% 啊 然后呢 马来人的 投票率 大概是30% 啊 然后呢 国政的得票率呢 大概是 20% 啊 然后他们就通过 这样 来算 各种各样复杂的数学公司就算 大概大概 这个很重要啊 这四个字 大概大概 啊 他就是通过这样的种族比例 有出来投票的种族比例 然后再看到 最后国政跟西联的得票率 大概大概推算 多少巴仙的华人支持西联 多少巴仙的马来人支持国政 啊 都是这样大概 算他没有办法 跟你明确的记录 哪一个人头 投了什么票 多少个华人 投了给西联 没有这样的事情 啊 全部是算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说95% 为什么我们不说94% 96% 95% 一个5只是大概大概 腿算出来 因为 他只能够用算了 他没有办法记录 确实的记录 多少个华人投了给西联 没有办法记录 啊 因为投票是秘密的 啊 绝对没有办法记录 他只能通过这一个 啊 投票站 的人口比例啊 出来投票多少巴仙是华人 然后到最后西联拿了多少巴仙票 大概大概 这样来推算吧 然后呢 大概大概推算了 又有一个更复杂的公司就是呢 一个选须里面呢 有几十个投票站嘛 然后全部投票站 加起来啦 又加减加减 再加上一些 比重的大小啊 啊 然后大概可以推出来 推算出来 这个选须呢 多少巴仙的华人 支持西联 这个这个选须的多少巴仙的选民 支持 国阵 都是一个 大概大概 罢了 我还是要强调这句 他绝对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个人头投了哪一张票给 谁 啊 我挑战所有国阵的人 有本事你举出一个证据来 你可以证明谁谁谁 投了给火箭 拿出证据来 啊 他不会拿出证据来的 他拿出证据来 他就要进 警察去了 但是你起码可以告诉我 途经是怎样来 难道 你想告诉我 你们啊 去打开来那个 封好的那个票啊 然后一张张来对号码 啊 来了 可以讲的 可以告诉我了 没有办法 没有可以的 只是 请你们停止无耻下流 间隔 不要再恐吓我们华语选民 华语选民也不吃这一套了 如果真的怕的话 509的时候也不会95%投反对党了 现在的情况就是 即使很多人啊 是死死相信啊 政府是知道我们投什么的 我也照样投 我怕你啊 我吃你饭吗 我又不是做你公务员 我吃你饭吗 所以啊 好醒了啦 我也觉得很惊讶 到了今时今日啊 国阵的枪手啊 还 如此的无知 如此的没有智商 做这样的事情啊 真的是黑心道啊 我也不知道怎样讲了啊 OK 你如果做东西是有效的话 我给你一个赞啊 可是你做的这个东西 又肯脏又没有效 我真的是佩服你们的勇气啊 好 OK 所以我在这里呢 我就跟大家强调一句 今天我的结论就是呢 所有的方面 肯定没有 我挑战任何一个人 告诉我有这样的记录 OK 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